它的底部比较平的 这个柚子是比较甜 比较好吃 农友在成堆的柚子里 仔细的挑选 卖相好的才能够装香 但仔细看 大部分的柚子 几乎外皮都皱巴巴 不过实际用仪器测试 刚采下来甜度 就有10度以上 但是昨天刚采了 它的度是只有10度 但是放着给它吃水以后 比较软的话 那个柚子就好吃 为什么会好吃 它里面做 比较软的话 它就开始甜度会增高 一度至两度 这个生象钉过了 那果蝇 有钉果蝇就是用这个抓 实际来到柚子园 原本应该到处可见 树上结石类类的柚子 但连这株30年的老虫 原本每年都有100多颗产量 但今年只剩下13颗 8 9 10 11 12 就13个 一颗只有13个 7年是100多颗 最少一颗有100多颗 因为我给人家任阳 保证60颗是台风来或是有什么情况 但是都是超过100颗 但是今年这个都不敢 人家任阳都没有挂到牌子 农友张青坡82年开始栽种 每年中秋节前都会产出1万多斤的柚子 不过今年受到花开期极容下雨 加上荔枝春象肆虐 一整个柚子园到处可见被虫咬过的落果 农友欲苦无泪 被春象钉过了以后 钉过一个洞一个洞 它里面的汁流出来 这不要几天 三五天它就掉了 春象是午夜节以后它会出来 它虽然是专门钉柚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防治 就是只有那个果蝇有用年纪 还有那个果蝇灯脸 但是春象没有办法防治 只有用那个抓下那个王子去抓 但是人工来抓的话有限 所以被钉了它几天它就落果了 它就流汁出来落果 里面就变黄黄了 今年产量只剩下十分之一 尽管如此农友还是挑选 爱像好的 维持往年一斤50元价格 卖给民众 不过因为产量大减 明年势必产收会受到影响 目前已经暂时不开放任养之外 也不排除放弃这一片果园 可说是七年来灾情最惨重一次 记者黄绍铭记忆报导